第一个赛季我们就打进了最后赛 我知道我们所处的位置很艰难 但是我们会全力去拼 让看清我们的对手后悔 去年的春天 W拿到了第一个冠军 我很怀念当时独冠者亲戚 我很想再重新一次 我们已经连续四次杀机总决赛了 如果这一次春节没有安息的话 那这个赛季对我们而言 肯定是不够满意的大选吧 经过11年的低谷 我们重新进入了季后赛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相信我们这个队伍 能够再次创造奇迹 很多人说我们是高开体走 但是我相信自己 跟相信队友季后赛的小道勇师 不会让这次我们的人失望 Snake已经不再是一支新队了 但是这个赛季 我们又找回了最开始的那种憧憬 我们想代表重新 走得更远一些 我知道有很多人在等着我回EDG 竟然现在我回来了 就把你们安排的明明买买得等 我来到RP已经有三年的时间 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机会了 努力了这么久 也该轮到IG了 我们下一个人在 inclu在这里 点击 这次 我们下一个人在主持人 在楼下 我看来 就是 你 有一个棋手的入侵 也是预测到了 Snake应该要选择下方起的Buff 现在是一级给了相当大的压力 而且把蓝豹的位置拉到了下面去 蓝豹这边的争夺 马拉翔哥的血条倒是不太健康 被上了一个师傅直接进一枪点死了 这样的话逞肩肯定也逞不过了 继续捏 蓝豹交了一个闪线 敲了一棍但这边没有足够的减速啊 但是有个柱子顶了一下 Yuzia也没打出闪线 而且蓝Buff是稳稳地由Sofen拿到了 所以在等级跟发育上面也不受影响 现在过来直接抢一个F6 但是这个位置上面来讲有些拖大 他刚才闪线是交过了 这个蓝Buff要喷了 路口比较狭窄 我们去拖头会卡一下 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斯维英 只是想把大招打掉 对 被拉了回来 想把大招打掉 再来被强迫 现在加里奥状况非常糟糕 交了一个闪线 躲过这一波斯维英的爆发 这一波就是中野联动 想去杀小虎 但小虎实在是太肉了 没有办法的时候 阿拉夫过来能够打击杉了 被勾了一下 被拉了回来 加里奥给大招都没有能够保住 搜本融化在了中路一塔之下 可以先磨对方的一个变塔 同路再来一次 还是伤害不够吧兄弟 而且看到了阿拉夫赶紧走 勾了一下加里奥又被拖了回去 显利奥招美军非常危机的 想要英雄登场逃跑 拉了一点点身位 交了一个闪线 在后面阿拉夫 发了强锅 一反补击杀掉了锅锅 我们交了一个闪线 还是被拖回来 中塔下 刀斗双杀 这个节奏已经起来了 对斯维英来说是非常非常巨大压力 其实这个地方真的是找不到香锅的位置 上去知道香锅要来了 不妙一切都已经开始了 拉了一下 交易总登场 拉出的距离根本不够 交闪线 还是被一般不劈死的 也有办法 落地的位置是一个 稍分的起始位置 而且这个小虎的走位也很细节 在溢出去拉回来的时候 又装起来了呀 推塔没有以前那么简单了 现在打Latme有点不掉鞋了 你可以打Latme的时间点就只有这一小段 剩下的时间你打不了 而且这时候小虎已经支援过来了 这一下如果没有能够躲过1的反拉的话 有两个控制技能先交了一个闪线 帝国四剑 拉一下新眼刀挡住 但是还是被1技能1到 然后拉了一下 控制点没有可以说 没进场 被控制 最好的控制点反而是进 没错 被勾了一下 这一场很糟糕 Kristo被勾了一下以后 被小虎往回拉了一段 蝴蝶立刻上来 拖了一口 但是没有用啊 阿拉伯还紧追在后 这时候有一个加里奥的大招 过来帮忙 但是四位一 展现上前 小虎成功的击杀掉了Kristo 后面蝴蝶交出了一个闪线 白盾结束了 又被拉了一下 郭郭看起来也没有办法幸免于难 被击杀在塔下 再看一次 这波是怎么爆发的 主要还是小虎的这个开团 屡试不爽 在这场比赛里面 咱们就会发现 安西的阵容 上到上单 下到ADC 他都能吐你的脸 他哪怕个EZ 都能吐你的脸 这波小虎 看见你落地 立刻闪现进场 操作非常的细节 直接把伤害炸出来 而且后面这一下 还是一道了 他的一身的摆发摆动 小屏幕上咱们发现 原则那个来说 就是二塔就能磨 多久是多久 这是一个牛郎之女的故事 你知道吗 好不容易相会了 别走啊 等你这么久了 交了一个闪现 人在被UZI交闪现 黏了上来 遭到了击杀 往大龙靠近 小低头上是蓝色方 拼了一下下路的二塔 那感觉是想先跑 然后再拿塔 对 帝国世界减速成功 那这样的话 弗兰之后也是跑不掉了呀 走不了呀 想太大 强行队 没有办法被撞到墙上 加六 保了一下 瞬间进场支援过来了 知名滑台定住了 奥恩的这个回鞋正被打了出来 先击把血量给回上来了 临死之前 Lemi交出了一个秒表 勉强撑了一下 但后续还是遭到击杀 可是没有用 RG大军已经赶到 住出不是Snaker所能承三的 小虎已经拿下双杀 UZ也拿下双杀 这波剧魔没有办法 他一开始在处理兵线 然后自己的三名队友 塔姆带一个 加料飞一个 三名队友想去持缘现场 但是伤害已经完全不足了 没错 然后这一波 在损失了四个人之后呢 斯维一传送下来 以后又拉到了首分 一下首分在门压之间 非常的苦恼 这好像是走不了了 而且小虎在最后一刻 还有一个精神精神起来 脱离的塔的仇恨 这样的话RNG在31分钟 就可以一波这场比赛 GD在31分钟告破 RNG先持得点1比0领先 恭喜RNG 这场比赛 小虎的表现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或者说钟也的表现吧 就是因为Snaker的钟也 一直是在围绕小虎这个点 想尝试做突破 但是每一次马拉强锅 反蹲的很到位 每次打钟也 Snaker的面都没打过 主要是他把斯维一的一技能 玩得像是瑞兹的浮温禁锢一样 这什么意思 就这一点上面来讲 稍微有点太强了 指向性技能 对的 点人释放 对的 就光就这一点 就是特别可怕 我们斯维一的比赛 也看了非常多了 一技能确实不好闪 但也没有那么好重啊 这场比赛就感觉 没有怎么看它拉空过 嗯 电竞迷们有福乐 佛星公司 鸡鸡电竞王会抽出 两位在这条影片留言的观众 送他们280贝壳币 只要在影片下方留下 鸡鸡电竞王的用户名称 就能参与抽奖 佛星公司刷一波